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在体育比赛赛场上经常能够见到 运动员身上贴着五颜六色的胶布 那这些彩色胶布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普通人用得上吗 这些运动员身上使用的彩色胶布 叫做肌内笑贴 简称肌贴 记者在各大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 不少同类型产品的月销量都能够达到几千件 产品宣称的用途非常广泛 颈部 腰背部 膝关节 肘关节 脚踝等部位疼痛都可以贴 贴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 有Y字形 X字形 灯笼形等等 那这些彩色胶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它刚开始被设计出来的作用 主要第一个就是它有一定的粘弹性 第二个就是它有特殊的凝胶纹路 所以它会增加皮肤和深层软组织之间的间隙 它又促进静脉和淋巴回流的作用 那么促进回流之后呢 软组织会迅速地消肿 所以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消肿止痛 那么后来衍生出来就是 它可以对一些慢性肌肉劳损 慢性人类松弛的病人 有稳定肌肉和关节的作用 有时候我们的肌肉或关节损伤了 也会贴一些传统的膏药来止痛 那肌内笑贴与传统的膏药相比 有什么不一样呢 传统的膏药里面是有药物成分 通过药物在皮肤表面吸收 来效忠止痛 肌贴一般没有 它纯粹是利用肌贴本身的弹性 和特殊的凝胶纹路 来收缩皮肤来效忠止痛 肌内笑贴由于不含药物成分 深受专业运动员的青睐 那这肌内笑贴我们普通人用得着吗 当然可以用肌贴 因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普通人爱好运动人群 如果说有急性软组的损伤 肌腱和认的老损观念不稳定 也是可以用的 但是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士来帮忙 专业的抗护治疗师来进行肌贴的治疗 自己用有的时候还是不建议的 如果贴错了反而更麻烦 专家介绍 生活中常见的颈椎病 网球肘 肌腱炎 以及腰肌老损 韧带拉伤 韧带撕裂等多种情形 都可以使用肌内笑贴 但肌内笑贴主要是靠调整贴布的张力大小 来起作用 因此使用时需要根据不同的病症 以及受伤部位面积的大小 来选择贴布的大小和贴的方式 以确保达到合适的张力程度 而我们普通人不具备判定 皮肤内部具体伤情的能力 如果贴的不合适 不仅效果不好 还可能贴出问题 本来肌贴如果说像急性的软组织炎症 贴肌贴它是让皮肤的张力得以缓解 但如果说贴得过紧 皮肤张力过大 反而会加重皮肤的损伤 第二个呢 本身你贴肌贴是因为缓解 肌腱和韧带的张力 那么如果说你贴错了 肌腱和韧带张力增加了 反而会加重劳损 第三个呢 就是对于关节松弛的地方 那么如果说你贴错地方 那么稳定的地方可以增强了 不稳定的地方你给它松 反而不离于关节的稳定性 此外专家提示 肌内肖贴只有缓解作用 并没有治疗作用 大家千万不要因为长期依赖肌内肖贴 而延误了正规的康复治疗 最后导致病情加重 肌内肖贴最好不要自己随便贴 不然可能会造成应用部位的皮肤 出现小水泡过敏症状 以及骨关节活动受到限制等 并发症的产生 好了 服务观众 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频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